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今天介紹的這首是來自一個很紅的歌手叫陳奕迅 唱幾歲期待過 這首歌名叫低等動物 第一這首歌其實是陳奕迅唱的 但其實我也是前陣子和朋友去唱K的時候 聽到的 偶然聽到他突然點了一首很冷漫的歌 對我來說很冷漫的歌 在他唱得很荒謬的同時 我留意到他唱得很荒謬 然後我留意到歌詞 所謂誰要覺得 長得誰說服過 其實看到歌詞之後 我當然想聽一個唱彎版的 回去研究一下這首歌 更加 然後就覺得 這首歌挺有感覺 這首歌 送手過 為誰亦能動心 請不如笑我太低等 是跟我之前聽到的一個故事 是非常之 很吻合這個feel 我自己覺得 男人聽到這首歌 就覺得 不是這樣的 女人聽到是怎樣 我想知道 不斷賤的 她有個朋友仔 男朋友 當初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好像很有感情 兩個人是相愛 兩個人都很開心 慢慢發現男生 都是低等動物般 就會不斷出去找這個新鮮 新鮮的食物去嘗試 談情很好 不過也要你擁抱 導致最後的女生 到後來的女生 就覺得 他們兩個 覺得 她想留著這個男生 我 誰在生活 難道我夢著你 你望我 就好無罪光 就要一鍋靚湯 如果沒有湯 就要用迷魂湯 對 但後來還是發現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就不了了之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四個月左右 其實大部分 大半的時間 都是用流米 挺可秘的 只有八個月 課仔 但是用了四個月 去用這種 真的挺正的 我都覺得 挺正 所以說 低膽動物 挺合乎這首歌的說法 跟我看法是有點接近的 嗯 對 他已經猜到我最好 對 都不回來 對 導致讓男生覺得 你保重自己 不要你搞我 其實他是不騷擾你 對 真的很合乎這首歌的說法 對 對 對 他已經是不正常的 是不正常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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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